本地陽性個案的總數是4,223宗 另外我們有205宗輸入個案 今天有4宗的死亡情報 在院舍方面我們今天都有三間老人院舍 是有一些個案有些近密接觸者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學校來說是有255間學校 就情報了321個陽性個案 過去一個星期就有133間學校 就是情報兩宗或者以上的個案 在沙田醫院就有兩名非緊急救護車運送服務的職員 在7月30日就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 醫院就進行了接觸追蹤的調查 就發現再多兩名的職員是確診的 上述這四名職員情況是穩定 所有的職員在工作期間 都有配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所以沒有病人或者職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醫院現在是調查有關個案的關聯 醫院也都已安排該部門的職員 以及有關的病人進行病毒檢測 是沒有發現新的確診個案的 有關部門已經徹底消毒清潔 非緊急救護車的運送服務 是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的 是真的有關的 對象的確診的心情 是有關關聯網